大家好,我是想去做和尚,本科没有上,方丈偏不让,只能回家讲电影的林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人们只要戴上高科技头盔,智商便可达到满级 十八万武艺样样精通,却会在不知不觉间丧失思想的故事,星际高手 咱们的男主大白生活在一个以学习成绩论英雄的世界 而大白就是人们眼中的自己家孩子 简单点说就是学啥啥不会,成绩一塌糊涂,完全不被人看好的存在 大白有一个万年不对头的学霸同学,小黑 这有一天,小黑研制出新的整股神器,想要让大白在大庭广众之下出桥 大白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突然出现的真爱女主叫下 看着花容月貌的女主小晴,大白感觉内心一阵小路乱撞 逐渐的,他尝试着多去接触小晴,两人的关系日益升温 小晴告诉大白,自己想考星球上最好的顶级学院 这无疑给了大白巨大的学习动力,于是他奋发同强 势必要和信上人考上同一座学服 某一天,大白的学习成果可算是有了施展的机会 他陆于了一群小痞子,当街调戏小女生 正义感说来就来,大白一阵挥旋擦掌 把一众小混混打倒在地 而这个被救的小女主其实是个白富美 他的哥哥是近来风头正盛的高科技头盔研发公司的老总 这种头盔具有开发人类大脑的功能 只要带上智商杠杠的 女生找来他哥哥要来一步作为谢礼送给了大白 正好被一直暗中观察的小黑看见了 晚上小黑就趁着大白离开了卧室的空档 悄悄溜进了他的房间,偷走了头盔 有了头盔的助力,小黑俨然从学霸上升为学神 和想要得到什么总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小黑开始时不时的惊心恍惚 脑科一阵阵疼 甚至在赶往顶级学院入学考试的那天半路晕倒了 恰好经过的大白为了让良心过得去 没有丝毫犹豫的放弃了入学考试 躺着小黑到了医院 小黑苏醒后看着陪在身边的大白 突然觉得他也不是那么讨人厌了 还挺招人喜欢的 那自己更不能害他的呀 他连忙拔掉书业信 拉着大白往考场赶 过程虽然有些艰难 但良人还是顺利的通过了考试 有了这件事后 大白和小黑从死对头变成了好兄弟 话说大白能够考上顶级学院是因为爱的鼓励 其实他决定考进顶级学院是因为他失踪的哥哥 他的哥哥曾经利用头盔考进了顶级学院 甚至进入学院高层 可哥哥自从进入高层就销声匿迹了 小星对此十分担心 迫切地考入顶级学院想要找回哥哥 大白觉得不对劲呢 咋感觉就阴谋在暗地里发酵 于是几人决定先顺着学校走 迟早能发现些蛛丝麻迹 不久后他们的机会来了 学校宣布开展支持竞赛 成绩优秀即可进入学院高层 获得更优质的教学资源 不出所料 几人都顺利通过了竞赛获得高层名额 可出发前 大白接到老爸住院的消息 只能先让小星他们去探探路 自己看完老爸再赶回来 几人进入高层大楼后 很快就发现高层人士十分古怪 他们不仅穿着起衣 神情呆滞 甚至说话都像没有思想的机器人 紧急的小星到处乱跑 意外的在一处发现自己苦苦寻找的哥哥 然而此时的哥哥就是个莫得感情的冷酷机器 不断重复自己的编号 这把小星急得呀 各种手舞主导想要唤醒哥哥的意识 却被哥哥当成问题人绑了起来 幸好被赶来的大白救下 几人暂时脱离危险 这时大屏幕投影出最终大boss校长 校长对着几人夸夸其谈 为自己的项目感到自航 原来高科技头盔的制作人就是校长 他利用头盔控制高层学生的思想 使其成为认自己摆布的机器 并不断开发他们的大脑 为他一批又一批的全新实验提供智力 长期以往 自己就能够拥有世界上最强的高科技武器 这时候统治这个星球不在话下 大白起人无奈的听完校长 噼里啪啦的讲话 就被高层人士围了起来 咱们的男主可不是一般人 瞬间开挂放倒几个机器人 带领探索小队成功跑路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你们觉得校长所谓的统治世界 能够实现吗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想着不劳而获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